HOLY SHIT 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盧蜜亞的三點說 很開心的盧蜜亞終於改強 現在盧蜜亞強化一技能呢 尾盪會造成雙倍傷害1秒暈眩並且附帶1.5秒的緩速 除此之外呢射強化的一技能整個軌道都會造成1.6倍的額外傷害 不再是只有尾盪才有強化傷害 這改動聽起來相當不錯吧 如果你喜歡這改動呢請用影片點個喜歡 也歡迎大家訂閱小鈴鐺 別忘了追蹤我的直播 一開始呢我們現在說說右上角的出裝以及ROE 出裝的部分呢一開始我們有預購一個小法球 所以第一件呢是有小法球的 那仔細的看裝備呢可以發現 我們非常注重傷害喔 核心的高爆發呢就是 暴力法杖然後是惡魔微笑 以後這兩件呢再加上巫妖王冠 就有秒天秒地秒空氣的高爾爆發 當然呢之後我們要補一個混沌法杖喔 畢竟呢我們需要魔法穿透 大部分呢到了那個時候大家都會買一個 蟹靈或者魔防鞋 混沌法杖呢可以非常有效的削弱敵方的魔防 最後一件大裝呢我們要賣掉我們的小法球 改成呢綠蘇 有的綠蘇呢我們的爆發會來到了最大化 畢竟呢綠蘇是最高魔攻的裝備 而且呢綠蘇還附帶了最大生命喔 提升我們魯女神的順存能力 讓他在戰場上呢能夠存活更久 那由於裝備的格子有限呢因此我們捨棄的生命法杖 沒有買的生命法杖呢是因為太早買也沒什麼用喔 畢竟前期呢我們靠小法球回復 就可以回復的差不多 而且呢生命法杖的魔攻加成也不高 也不是說生命法杖不好用喔 但是畢竟格子數有限 所以呢我們只好做一個取捨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生命法杖的話呢 也可以不買綠蘇喔改成生命法杖 甚至敵方的爆發很高很高的話呢 一定會抓掉我們 我們也可以買成復活甲 現在應該叫做復活刀喔 復活刀呢還有10%的額外傷害 不無效補 盧米亞這次改動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這是體驗服的關係 大家都很脆皮 我們一個感覺呢就是傷害提升許多 剛好可以看片頭呢可以注意到我們打得非常痛 就像這樣呢就爆死了敵方的圖倫 可是呢我想很有可能是因為體驗服 大家都要買全攻擊裝喔 沒有人會買防禦裝 所以盧米亞才這麼強 盧米亞呢她的優勢很明顯喔 她有個全途的轟炸 可以全途支援 然後呢她手很長有範圍清兵 清兵快 輸出高 但是她的缺點也依然很明顯 雖然我們腿看起來好像蠻長的 但其實盧米亞沒有位移 沒有位移呢很怕被敵人抓喔 因此她打得保守一點 打得保守呢就變得沒什麼主動權 另外一點呢就是盧米亞去支援之後喔 支援的途中和支援回來清兵線的時候 很怕被人抓 畢竟我們沒有位移 因此呢我們帶上全新的擊走 這個擊走呢雖然她圖示是一樣喔 但她效果可大不一樣 賽開始擊走的時候呢 會獲得一個70%的爆發性跑速 同時呢移除所有的緩速效果喔 包括紅buff或者任何英雄的技能 爆發性跑速結束之後呢 會獲得30%的跑速加成 總共的跑速加成呢是10秒 10秒呢跟我們做很多事情 我覺得這個全新版本 改動後的擊走呢 很適合許多英雄 畢竟呢這個遊戲的瞬移 她的瞬移的距離有點短喔 而且瞬移呢並不會為我們躲避傷害 假設我們被攻擊打中呢 那個指導會跟著我們的瞬移走 我想到的可以用擊走的英雄呢 比如老爺爺 老爺爺真的很適合喔 還有盧米亞 如果你想到什麼英雄是在帶全新集中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大家一起討論 所謂三人形必我勢 那當然有個英雄呢就是圖倫 圖倫搭配瞬移呢可以做一個瞬移二一連招 打出一個瞬間爆發 但圖倫帶跑速呢感覺蠻好用的喔 跑得很快的話呢就可以更容易點二技能 再來就要看 看到上市之後呢我們就要來做決定 那盧米亞身為一個 比較傳統的遠程法師呢 我們前期要做的當然是發育為主 一邊發育呢也可以一邊嚇到敵方英雄 這時候我們已經買出了爆裂法杖 因為盧米亞手有夠長的呢 因此呢他也可以克制蘇喔 比如我們可以用遠程的一技能來轟炸 再蹲下的蘇 或者我們看到有紅線的時候呢 直接開大招把蘇趕走 團戰的時候呢蘇就會被我們弄得 必須要一直躲來躲去躲來躲去呢 可能他被動就會斷了 繼續有清兵線繼續有發育 這一場呢我們能打野的是洛克 洛克呢是一個蠻八道的英雄喔 他可以主動的獲得優勢 這邊我們的蘇呢 他應該是外國的蘇喔 看來他很喜歡來中路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輔助就好了 幫我們看視野 畢竟蘇呢還真的可以放陷阱 可是蘇 這個蘇的陷阱有點尷尬喔 他放在小兵的路上 這樣子我們已經看到了 那不然我們想要去下路幫忙守個線呢 但是呢弗洛倫已經復活 我們趕緊回去中路守中路線 哇這個納克跟蘇呢 他們清兵速度真的有夠快 欸應該是他們退塔的速度喔 才瞬間他們反應塔就沒了 這裡我們水龍有點少喔 要避開敵方的蘇 但現在外兵線馬上抵達 我們先把它清掉 先抽一個強化的技能 好像會忍者抽螺旋王一樣喔 然後我們先不規律的走位 先把這兵線清掉 然後升級之後呢 我們有神裝小法球 水龍就回的差不多 然後我們過來欺負一下這個衛克 但是衛克有草叢呢 我們要小心一點喔 他利用草叢1212呢 我就死了喔 然後再去清下一波中路兵線 我們的古墓呢 還真的有點厲害喔 怎麼從別人的家裡走出來 轟炸一下敵方圖倫 抽一個強化的一技能 嘗試丟圖 放敵方納克喔 使用二技能把他趕走 不要忘記呢 盧米亞的二技能已經改版過 命中敵方英雄的話呢 我們能夠增加跑速 最後還有一個新的兵線呢 那我們還是要先支援一下隊友 我們洛克成功擊殺敵方納克 下面有一個樹 我們這邊找到這個樹呢 線熊二技能丟快一個強化的一技能 樹剩下一點血量 把這兵線清掉 還有個炮車的錢 終於買出惡魔微笑 跟爆裂法杖的盧米亞呢 我看我們可以把這兵線 把這防禦塔推掉喔 買出惡魔微笑 跟爆裂法杖的盧米亞呢 爆發力非常的高 敵方的陣容來看呢 應該是水都受不了 這邊成功推掉下塔 我們的弗洛倫也在附近 有弗洛倫在的話呢 就比較安心一點喔 盧米亞雖然一個人怕單抓呢 但有隊友的話就不用怕 畢竟我們有控制 有高爆發 盧米亞一技能的擊飛呢 會附帶一個暈眩喔 這樣子呢 我們的大招就可以連續擊 比如強化一技能接大招 這樣子我們大招就會避重 丟一下敵方圖倫 圖倫直接殘血 我們弗洛倫把它帶走 剛剛圖倫的血量呢 是非常健康的 大概有89成 被我們一技能命中兩次呢 這個大招 他就直接殘血了 這就是盧米亞的高爆發 我覺得這改動呢 一技能的尾段 會造成擊飛之外 還有1秒暈眩 1.5秒環速 而且別忘了 盧米亞的一技能呢 是超級遠程喔 這樣子呢 非常克制射手 比較可惜的是 射手呢 從來都沒強勢過喔 可是呢 就有這麼多英雄克制他們 包括即將要推出的 奎倫 還是弗洛倫 還是一個 拿變齒的女刺客 女戰士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下次我們也做一個女戰士 菲瑞的三姐說 他念法應該是菲瑞 菲是菲紅色的菲 類似眼淚的咧 來中路把這兵線推一推 OK 終於買出巫妖王冠 我們招配中的好處呢 就是每買出一件新裝備 我們的爆發力呢 都會更上一層喔 非常有感的提升喔 大招先命中敵方納克 納克剩下大概四層的血量 貼身之後呢一個一二 直接秒人納克 有史可見呢 盧米亞爆發可是非常的高吧 盧米亞這個英雄呢 在台服一直都沒有出場率 也沒有勝率喔 台服人呢不太愛玩他 就算玩了勝率也不高 但是呢盧米亞卻三放四次的被削弱 有一次削弱呢 就是大招傷害砍了 後來呢 就大招冷卻時間增加 我覺得呢 這很有可能是在泰國 還是在越南 有人把盧米亞玩得非常神喔 所以呢官方才會一直的削弱 OK 削弱下敵方古墓 進去買出我們的混沌法杖 這邊先收到古墓喔 我們看看能不能再推個兵線 推個防禦塔 剛我們一技能丟中敵方的蘇 蘇血量有點殘 納克血量也已經殘了 我們幫忙火力支援喔 火力掩護 這個丟中敵方的圖倫 圖倫血量有點少 結果再一個惡意 成功帶有圖倫圖倫 剛剛我是知道圖倫大招呢 是打不死我的喔 所以我才敢跟他打 否則的話呢 要以自己保命為主喔 那這裡我們本來還是 我們還是預購一個綠樹 畢竟呢 綠樹更加有用喔 讓我們傷害更高 爆發更高 中路兵線 OK先把他清掉 這敵方納克已經復活 我們還是要小心一點 注意到敵方瑞克 還有納克 OK這邊注意到我們一技能命中之後呢 敵方兩個滿血英雄 滿血的納克跟瑞克呢 都被打得殘血喔 重點是我們大招還沒命中 如果看到我們全技能命中呢 說不定就是一個雙殺 最後呢我們來嘗試結束遊戲喔 另外呢 這是越南體驗符 我們用的不是我們常用的手機喔 所以有時候呢 會常常滑出敵方 滑到盡頭 盡頭偶爾有點飄 希望大家不要在意 OK最後我們嘗試丟敵方的樹 給他一個強化的一技能 接大招 秒殺 這邊上面有超級小兵 應該是可以直接結束喔 消耗一下敵方的納克羅斯 等一等技能冷卻 最後呢成功去敵方的主堡贏了戰遊戲 以上是要帶來的盧蜜亞 改強後的死亡點說 你對這次改版呢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意見呢歡迎在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 這次呢我們也打出了39%的輸出 最後呢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小鈴鐺 也歡迎追蹤我的直播 最後最後呢就是傷貓貼圖 歡迎大家支持 那我是尚恩倫 我們下次見 掰掰